本节目内容只代表个别嘉宾及主持, 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如果您不喜欢怪胎的话, 这些是找到出来的, 觉得不好的点 如果您很喜欢的时候, 您会怎样看呢? 无论怎样都好, 您会有发声的机会 但这次我们讲的这个, 叫无声 其实有一种族群, 这个戏里面有提及的族群 一个叫做无发声的机会, 何解无发声的机会 不是真的无发声的, 这部戏就是为他们发声 很容易 不是, 您要看那是什么声音 声音是很原始的 它叫做《Silent Forest》这部戏, 叫《无声》 一开始就已经摆定态度出来, 说要你无声, 我就要发声了 说到无声里面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那我们先交给张伟雄 好, 无声, 如如小峰说, 刚才是剥削那个OCD 正正你刚才所说的, 我就是剥削这个世界 这个剥削这个世界, 这个听障 这个听障, 或者这个学校 有人跟我说, 真人真事来的 正正是真人真事, 我就看到整部戏拍出来 就是没有了那种关心, 而做到那种想象力 就是譬如在巴士上发生那件事 他说要静立, 是的, 是的 跟着, 当这件事要慢慢显示出来的时候 他怎么看着这个世界呢? 原来这个世界是这么迂腐的 就是我说, 发声人, 包括老师, 校长, 无穷的老师 就是有些, 你不知道他知真, 知真, 知真, 知假的 那里面关键有三个主要老师 校长, 另外那个女老师 最重要就是男老师 男老师就是等于 这个 这个 你专给我们的 是, 是的 是, 是的 其实, 我很明白 甚至乎我们很多时候 都是用立体的体学方法 但是有时候, 或者你说我高露 或者我的杂性就是这样 我看到一些东西是 你对于角色那种迂腐 你说他们在抗争中 你说他们选择不去那个世界 你宁愿在这个世界被人凌霸 被人侵害你的身体 还有 你的男主角说, 我会保护他的 正正就是说, 你在这里说要保护他 你没有做到这件事 我觉得整个体世界的方式 真是一个剥削 导演是一个剥削 导演是不明白到 没有试过走入他们 真的拍到他们那种 逼迫抗争 而是用一个叫做超然的 超然的 我要拍这部电影去反映 现在台湾整个社会那种畸形 那种斗争都没用 那种在位的人多么迂腐 每次我听到, 尤其是做校长 校长是侯侯妍的妈妈 侯侯妍的时候 他每次都是, 为什么你还可以说这些 金贵 就是你被这些说话去说的 那我已经知道 你正确是一个叫做 你自己 你自己的世界观 其实在哪里 就是你 编剧导演的世界观有什么 是的, 是的 那你去到一个, 一样东西 你可以, 我被人查我的 就是说 当我看到一些电影 你说他们怎么努力 怎么抗争 而你没有探索他们的抗争层面 而结果就说他们打输 那这样东西 整个世界的那种智性 这么低 是过不了我的 我是很怕一些 你告诉我 我的角色其实是很勇敢的 其实我看到他 你赴予他的那个描写 其实是怎么这么耐弱 怎么这么迂腐 是的, 在这个层面上来说 这部电影是碰到我 我看电影 对一些叫做 你描写的那个世界观 这么低 我就看到他这部电影 那种程度上的低 嗯 就是踩到 有些叫做独得底线 就是那些问题 也是气急底线 因为勇敢 是可以写到的 而不是假写出来的 是 好, 这样 这个呢 就是对于小峰 我是花甲的了 你就是叫做新世代 那你怎么看呢 这个 就是 《怪胎》之后 跟着到《无声》 你现在喜欢插 插藝術 因为两套都是新导演 都看到相同的问题 但是《无声》就没有太多认真 对他说 《怪胎》就比较认真 因为 下来一种叫做 这个有些争议 因为我上网也见过一些争议 就是《无声》 到底是否改编真人真事 这个是有些 因为我记得 这一部电影之前有些字幕 就说这些是真实事件 但是他就不是 特别指明某一个人 或者某一个事 那么可能 很多时候 我们其实 灵感都是来自生活 可能他是 你好像有些迷茫 那我解释给你看 因为 那我觉得是更肯定的 因为 就是我看完整个片尾 那些东西 因为韩国 都关键的 就是韩国 对这部电影的付出 他也给了一个资讯 所以我刚才也给了 那个 《孔流》的那部《无声纳线》 就摆出来 也说出来 因为 南韩 如果你说 台湾有没有这种真人真事 那我觉得是有的 但是 他也说得明白 他也很隐悔 里面也有很多东西 但是 如果他照顾南韩的那样东西 离开 南韩 他那个 校园暴力 就是这个 就去到 全世界都歪然 因为他那叫做 学生的那种霸凌的现象 里面 即是在 踏入2000年的时候 就变成了一个 原来 是 大家 不知道 传媒都没有报道 里面那里 他们已经有这种叫做 新黑社会现象 这些黑社会 原来就在学校那里 是自立为黑的 这些情况里面 就牵涉到 譬如他碰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觉得他 除了真的找一些 叫做真实的那些个案 例如说 学校里面就有这些 即是不同形式的那种欺凌 包括是学生 但他说给他听 关键不止是学生 最关键他就是 这个是他最重要的 那个是 老师世界都有问题 这个是最关键 来到一个引发的 好 交给你讲 他可能是 知道有一些这样的案件 有一个普遍的现象 是 而又想要 而 可能 他好像有些字幕 就是这个老师 不是指明是谁 是谁 只是一个 幻想的角色 然后再基于这些 我觉得就是 正正是 这个可能是一个问题 那么可能 令到 首先 有点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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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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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 这部电影 好像真的反过来 只剩下 这些场面 看完就会记得 然后就 就是 他们学校 校园 没有生活的 他们是 就是 除了 常常在餐厅 最初有一个 就是上课 之后就没有 就是我们要 就是 好像没有底 就是他知道 有些 導演知道 那些争议的场面 就很 需要 發声也好 反映也好 这个是重点 但是我们要有一个 全面的校园生活 再有一个暗 尤其是他是想说 一个表面上的平静 然后里面有很多 污蔑的事情發生 但是 当我们看不到日常的情况 当我们家学校这么大 其实只有三个老师 就是一个校长 加两个老师 和一个驾车 那你就会觉得 好像很薄弱 就是说 导演 选择性地选择 就好像 好像一个快餐 有味精 但是 没有什么营养 这些事情 不是很实 是 这个 最主要 这个《无声》 和《怪胎》 都引起 周梅雄 和小峰 有两个不同程度的 觉得他是 很有问题 问题 有到 觉得是 不接受 如果你觉得他 没有问题 可能你就会 忽略了他里面 有一些深层的意义 在那里 你可能 你没有阅读 的确 我觉得 这个 现在是一个现象 很多时候 我想现在 很多看电影 我就有些 法国 其实很多人 会看电影 会有一个 标题党先行的 例如 那个题目 口碑就说 这件事好 正到飞起的时候 很多 叫大众的观众 即是接收了 这件事之后 然后他没有 看过 你用脑子来看 他里面 碰到什么 包括 比如 刚才 小峰 他有提及 那个 我想大家 都会看到 有一个 的而且确 你会发觉 其实这部戏 他整个 出来的时候 我都看到 有一件事 出来的时候 他不是 真心去说 龙人的 学校面对什么问题 一个叫普通学校 这个问题 都是可以存在的 但龙人 对他来说 他就可以将 叫做 无声立喊 或者乌克兰 我常常觉得 那部很厉害 那部 性本无言 性本无言 其实这部 他跟多一点 一开始 他在公路 做开尺 那个物乐 如果 各位朋友 你有看过 这部戏的时候 你会看到 他的所谓 那个 戏剧的套路 其实跟这个 多一点 但是小峰 其实他说了 那个 都有一个关键 就是你会看到 这部戏 就是台湾现在的校园片 就有一个特色在这里 这个特色在这里 最关键就是 在那个 那些年都已经说出来 最错的 什么都不用理 是大人有错 就是 老师有问题 那个英文教师有问题 那个奋道主任有问题 什么都好 他们有问题 所以这个校长有问题 你帮着我那个人 你都有问题 然后那个女教师 他又有问题 哦 退了休 那个 那个更有问题 庸老师 最重要 就是 现在这家学校 变成了 现在不是一个学校 这是一个叫做 鬼魂 也是我们要反校 他们进来 所以你会看到 这部 其实有个恐怖片 的局劇 而且他说 《龙人的世界》里面 你会看到 他会 譬如这部《聖本无言》 或者是 《京都动画》的经典作 那是什么 《星之刑》 《刑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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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自己喜欢看的那些东西 又找到一個叫做主題 將主題合在一起來講這個故事 但如果你想深入去探討這個題目 就略嫌你會覺得有點不足 因為將這個結局變成類型化 所以在《無聲》那裡 例如小峰他講的那個 有這些問題在那時候 因為最近我都很關注 因為最近我都跟一些農人的那些年輕人 都有接觸 教他們怎樣去創作的時候 都覺得台灣他講的那個問題 香港是更嚴重 不是說那個欺凌那樣嚴重 學校都沒有了 他就是要翻那些叫做農人 人大部分都說你沒有農人學校 因為現在計算起來只有一間 那間就不知叫做什麼 啟聲 類似的 找回那個 現在只有一間 對很多人更加不被關心 不被關懷的情況 還有他面對那個 他面對那些叫做農人的學生 就是進去那個叫做見聽人 說他這個叫做聽人的學校那裡 去學習的時候 根本他們是沒有一個基礎 都不知道怎樣掌握 他幾句也說出來這個現狀 我一聽之後 他都有做過research 但第二件事我覺得他有個不滿 就是就是 你不知道他們學什麼 他只是講給你聽 那老師教給你聽 這個畫是什麼 標語的 那些 他做的時候 他只是講給你聽 這些就是美國語 啟龍學校 所以他這個 你會看到他會有一樣東西 當他做資料 那個來去搜集部戲的時候 是的確出現了一個問題 而且我也回應 兆豐 你說怪胎 他跟社會的結束 這也是的 說他們出去外面 是會在街市環境裡面 那些東西是誇張了他們生活上 不濟 兼受歧視 兼闖禍 這個東西跟誰 有套戲說游泳 即 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你找不到的時候 我只要問你一個問題 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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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戲很有台灣的特色 但跟那個怪胎都一樣 這部更明顯 那個特色在於哪裡 就是 最後都好像環外一樣 他有幻見的 男女雙方好像怪胎一樣 他有不同的幻見 他看到不是蒙來麗莎的微笑 他看到是何星菇的那個笑臉 那個不是微笑 那個笑臉 那你觸不觸到他的意思呢 觸不觸到 時間問題就立即告訴你 那個叫做白星過海 他看到 各有各眼 各顯神通 其實這部戲 這個叫做台灣的特色 其實台灣 他看那個世界 去到某一個位置的時候 他把它變成 那個主題 他稀釋了一個主題 用民族的習慣去 對 就找那個 對 你可以簡稱來說 或者歸納來說 你看到一個方向 那個方向 就是說 現在看到那些矛盾 就等於 八仙過苦海 所以他最後下雨那一刻 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好像歲月神通 這樣說 我們的海是一個苦海 那些 你會發覺他講的時候 他將那個故事 他出了一個問題之後 你會看到 他不是刻意 或者他不是那麼有能力 是想將整個故事 他就歸納到一個作者的想法 變成一個答案 然後他就用了一個方式 變成了好像反效的那個特色 好像 變成了他們的那個方向 我覺得有趣的 因為去到這一刻的時候 其實去到第四節 除了我們都要趕快說一個 叫做親愛的房客的時候 你說幾圖一定會插 為什麼你會覺得 不是 都說 第四節 第四節 回來再跟大家說 是的 好 第四節再跟大家電影去讀 好 第四節再跟大家電影去讀